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 可以吗 朋友记 所以这个CHAT就是聊天 然后Enter 接下来请各位 等一下我会要求你们 一定要自己训练自己的机器人 举例来说我的研究 像例如说好了 我跟简报的应用 有看到吗 Chap GPT简报应用 我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一个机器人 我不要把它 例如说跟我的研究也混在一起 理解吗 你的机器人你要怎么训练 不要把它又装资讯 又要请它生成一些什么医学研究 又要写程式 一大堆 它也会弄乱 可以了解 所以等一下我会教你 这边不要放一大堆 但是要有主题的分类 好 接下来呢 据论来说 我现在就说 我假设我要做一份简报 因为我们是简报应用 对不对 所以假设我今天 我也 我发现我们好像有交通局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做一个 国小儿童 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 就是小学生的一个交通意外事故 宣导的简报好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就直接请他来写这个文案 你看我要怎么去下指令 这边其实只有一个关键 请把他想成是一个人 不可以只给他关键字 一定要把他当作是一个人来去看 来去告诉他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是一位简报的专家 我是一位很辛苦工作的警察 不太熟悉PowerPoint操作 我现在要做一份简报 关于交通意外事故 交通安全宣导 要20张投影片 你有没有发现 我其实是 把他当作是一个人来去看待 我跟他要我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要交代清楚 我要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看到 他就自动帮你生成了 第一张他要放什么 第二张他要放什么 可以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下课了 你大错特错了 真的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为什么我开场 我一定要先教你这件事情 那一定其中有多 有很多都是 都是你可以在他的框架之下 来做调整的内容 这个是不太有人会告诉你的 这样了解吗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 你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这边 他已经做完这件事情 我不满意他这样子要求 什么第三到六页 请调劣势 所以我去修改他 请调劣势 是20张投影片 请我还用很客气的投语 请调劣势 20张投影片的简报 好然后处出来 可以吗 这等一下 我就要直接把它拿过来去应用 这样理解吗 如何有效打击 打击坏人的10个技巧 请告诉我 这样听得懂吗 好了 来 我现在 这边他又不听话了 第11到每一个主题利用条列四张 他这边说那就要去把这些交通法规列出来 所以我就可以再继续追问说 那有哪些非常重要的交通安全知识和交通法规 请列出最重要的三点 因为你想太多法规小朋友也不喜欢听 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小朋友也听得懂 这个更重要 对不起 这边一定要改成小朋友也听得懂的内容 请问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吧 你对于小朋友你要讲什么的内容 好 好了 那我现在就要先请你们去注册 他注册很简单 就只要电子邮件密码去认证 你就可以使用了 好 所以麻烦 麻烦请首先第一件事情 打开 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接下来呢 麻烦就请输入 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CAT.OpenAI 因为这是这家公司OpenAI 你可以不用记它 因为未来可能这边都会换掉 说不定你比较喜欢用的是 假设啦 假设真的中华电信 他也开发出来 他自己的AI 好 那你这边就会换成中华电信 这边是OpenAI.com 然后Intel 然后接下来 你的第一个动作 他有SignIn跟Sign 就是应该是注册 好 请点那个注册 好 来请你们现在先到这个网站